同婚釋憲案 宪法法庭开庭言辞辩论 申请人齐家威 投入同志运动超过40年 终于等到釋憲这一天 齐家威相信大法官最后的釋憲文 不会对同志结婚不利 期待的这一天 是期待的41年 6个月又24天 今天大法官两个月之内 就要釋憲文出来了 至于说釋憲完了 那个立法要怎么样去修法补足 那个是立法院的那些党编门 去双脑筋 但是在釋憲文做出来的第二天 行政部门内政部 就应该把固政事务所的 那个所码解开 让一跟一二跟二的身份证 可以登记配偶 齐家威乐观预期釋憲结果 但是他反对为同性恋者 设立同性伴侣法 认为量身定做专法 对同志仍是歧视和侮辱 宪法法庭上法务部长邱泰山 以关系机关法务部代表出席 强调许多国家都是先制定 同性伴侣法 建议是立法承认同婚 立委油美女和许日仁 推动婚姻平圈 主张修民法 对于邱泰山的发言 感到遗憾和失望 法务部长邱泰山 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的确觉得他是在建立 这个修专法的一个论述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我不知道说现在 以所有的鉴定人 或是刚刚的发言的这个状况 会不会也会影响大法官的这个新政 我觉得无论专法或民法 我们要在这个会期做一个决定 因为明年会又要选举 可能选举的结果的好坏 又会影响现在执政党的态度和意志 我们期待大法官做出的解释 也能够把这些人权跟民主的界限 讲清楚说明白 也能够把这些的原则 价值说清楚 那这样子我们立法院 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原则 跟价值的框架之下 去立我们的法 那我觉得说 如果能够做这样一个解释 对我们的立法是有帮助的 同婚事线 言辞辩论超过三小时 反对同婚的民间团体 也十分关注 下一代幸福联盟批评辩论不公平 几乎一面倒支持同婚 完全没有反方声音 在单方的言辩辩论之外 其实法务部他也说得很好 那么民法是一个 社会共事演进的一个过程 那么所以其实民法怎么样的行程 是反映风俗民情 婚姻加龄制度是民法当中 相当重要的一个制度 制定这个制度的权利 应该是在人民的身上 而不是少数的精英来决定 顾家蒙也提出质疑 认为大法官的职权 是何对何解释 现有宪法条文 事先题目讨论创设新法 有违法之鱼 这样是解张继燕红红军 王英文台北采访报的